它是二战时期最优秀,最成功的战争武器之一,也是首款配备红外叶适宜的歼机车。 它拥有一门与虎王同款的强大88毫米主炮,让盟军的谢尔曼和丘吉尔坦克在它面前毫无还手之力,一炮就能化为废铁。 它不仅在战场上威力惊人,同时还是二战中最好看的装甲车辆之一,拥有独特的前倾装甲设计,一直延伸到炮盾顶部。 外形简洁明快,即使是现代人神秘的眼光,也难以挑剔。 它就是猎豹坦克兼机车,一款二战时期实力与颜值并存的战车。 许多熟悉这款战车的人,无论是从历史资料还是游戏参数中,都会坚定自己必须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猎豹战车。 但是,为什么这么成功的一款战争武器,在二战结束后没有被世界各国大量裂装,而是选择了主战坦克呢? 为什么被德军高层视为秘密武器的猎豹兼机车,没有得到像追猎者或三秃子那样的大量生产呢? 如果德国人放弃量产虎王、猎豹等重型装甲车辆,而是选择大量生产猎豹兼机车,会不会给二战末期的德国带来一线希望呢? 回到二战时期,从一战的猎豹战四围到二战以装甲坦克为尖刀的闪击战术,德国人在战术和武器上一直走在世界各国的前面。 欧洲各国以自身强大的工业能力研发各式各样的轻重型坦克,但是德军装甲部队的三号和四号坦克在面对英法装备的夏尔比和马蒂尔达坦克时显得力不从心。 德国人很快意识到下一步战争的走向,并加快了研发适应未来战场的中坦计划。 德国人在二战中为了对抗盟军的坦克优势,发明了一种新型的武器——坦克兼机车。 他们利用废旧的坦克底盘装上了强大的反坦克炮,形成了一种机动性强、火力猛、造价低的杀手锏。 但随着战争的进展,盟军不断更新换代自己的坦克,37毫米和47毫米的火炮已经无法满足德军的需要。 于是他们开始使用75毫米主炮,并设计出了三号突击炮和四号突击炮这样更先进的尖机车。 这些尖机车拥有更高的威力和射程,在战场上能够对付大多数盟军坦克。 然而,德国人并没有满足于此,他们还想出了一个妙招,利用杰克斯罗伐克被占领后流下来的38T、坦克底盘和火炮改造成各种型号的尖机车。 其中最成功的例子就是追猎者和黄鼠狼系列。 这些尖机车虽然不如那些重型猎虎尖机车那样攻防一体,但却具有更好的机动性和隐蔽性在山地、森林等复杂地形中发挥出色。 在战争的残酷环境下,德国人不断地寻求反坦克的有效手段。 他们利用各种轻型装甲车辆,如黄鼠狼、三秃子等,进行了各种魔改,安装了更强大的火炮,试图对抗盟军和苏军的坦克部队。 然而,这些轻型装甲车辆也有着致命的缺陷,他们的底盘无法承受过重的火炮和装甲,使得他们在防护能力上十分薄弱。 面对盟军和苏军不断升级的坦克装甲,这些轻型装甲车辆往往显得无能为力,甚至难以逃脱敌人的追击。 因此,德国人急需一种新型的坦克兼机车,既能够拥有强大的火力和防护能力,又能够具备良好的机动性和生产效率。 在这样一个艰巨又苛刻的任务面前,只有那个享有盛誉的克鲁伯公司才有可能完成。 1942年1月,军方向克鲁伯发出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设计一款能够对付苏联T-34坦克的兼机车。 面对小胡子的命令,克鲁伯只能咬牙接受,毕竟他们一直是德国坦克工业的领头羊,从未让元首失望过。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研发,终于在1943年10月20日,在阿里斯实验场上,他们向小胡子展示了一辆原型车。 当小胡子亲眼看到这辆兼机车在测试中展现出惊人的速度,火力和装甲时,他不禁赞叹道,这才是我要的兼机车。 还是克鲁伯懂镇的心。 于是,在12月17日这一天,他亲自给这辆兼机车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猎豹坦克兼机车,并授予它国防军特种车辆编号SDKFC-173,并下令立即投入量产。 就这样,猎豹坦克兼机车正式诞生了。 猎豹坦克兼机车和main公司生产的5号黑豹中型坦克可以说是轮生兄弟,他们几乎同时开始设计和服役, 并且都采用了相同的底盘和动力系统。 黑豹坦克最初也是为了对抗苏军T34坦克而设计的,但在德军闪击战体系的要求下,它不断地增加了重量火力和装甲,最终成为了一辆接近重型坦克的存在。 猎豹、坦克则保留了黑豹底盘原有的优点——高速、灵活、低沉。 克鲁波深知黑豹坦克底盘的潜力,他们决心在其基础上打造一款无敌的兼机车。 他们不惜投入大量资源和人力,将黑豹坦克的火炮、装甲和机动性提升到了极致。 他们创造了一款即德国工程师智慧和寄予一身的杰作,实现了武器设计中最难以兼顾的三项属性平衡。 猎豹坦克兼机车就这样诞生了。 猎豹坦克兼机车是一辆庞然大物,它重达45.5吨,长9.87米,宽3.27米,高2.72米。 它没有炮塔,但却有一个巨大的战斗部,里面安装了一门与虎王坦克相同的88毫米帕克43-71背景主炮。 这门主炮是德国坦克史上最强大的火炮之一,它能够轻松地穿透任何盟军坦克的装甲。 它使用了德军最先进的乌合金被冒穿假弹,在1500米距离内可以正面击毁171毫米装甲,在2000米外可以一炮摧毁所有盟军坦克。 猎豹坦克兼机车共携带了57发弹药,足以让敌人闻风丧胆。 猎豹兼机车在火力上不仅超越了黑豹坦克,而且还有着更大的潜力。 德国人为了应对苏军的S系列坦克,还计划在猎豹二型上安装一门128毫米改进型主炮,这样就能够对付任何敌人。 可惜,猎豹二型只存在于图纸和某些游戏中没有成为现实。 猎豹兼机车除了火力惊人外,还有着非常出色的装甲防护。 它的车体前方采用了大倾斜角的80毫米和60毫米装甲,两侧则是35度角的40毫米装甲。 这样的设计使得它在正面几乎无懈可击,就连IS-2也无法在远距离上穿透它。 而且猎豹兼机车使用了成熟可靠的黑豹底盘,因此机械故障很少发生,这也是它受到赞誉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猎豹兼机车还借鉴了三秃子的成功经验,在设计上尽量保持了低矮车身,以便获得更好的隐蔽性和伪装性。 这种武器最适合打防御战,在草丛里埋伏敌人,突然发动攻击。 如果有数十辆猎豹集中埋伏在一起,突然对敌人进行一轮骑射,那么任何敌人都会被打得灰飞烟灭。 猎豹兼机车在机动性上也有着不俗的表现,它搭载了一台700匹马力的迈巴赫HR230水冷式汽油发动机,最大时速可以达到55公里,最大越野时速可以达到30公里。 这样的速度让猎豹兼机车在战场上游刃有余,只要不被击中履带,就不怕被盟军坦克追上来。 可惜的是,这样一款优秀的兼机车却没有得到德国人应有的重视和使用。 由于德国人过于注重惊弓制造和盟军轰炸机群的干扰,猎豹兼机车的月产量从未超过72辆,总共也只生产了392辆,并且大部分都被分配到了东线去对付苏军。 这样一来,猎豹兼机车就成了稀缺品种,在西线上很少出现。 但是即使如此,猎豹兼机车还是在战场上打出了令人惊叹的战绩。 他们凭借自身强大的火力、装甲和机动性,在1944年下半年取得了诸多辉煌。 其中最著名的一场战斗就是1944年7月30日,在诺曼底勒斯罗格斯遭遇战中, 仅有三辆猎豹兼机车组成的653重坦兼机营突然对英军第六进卫坦克旅发起伏击。 他们利用火力交叉网和隐蔽位置给英军造成了巨大损失。 英军反应过来后组织反攻,但只能将两辆猎豹兼机车履带打断,并没有穿透他们的装甲。 德军为了防止被俘虏而自行爆破了两辆猎豹,并乘坐剩下一辆成功撤退。 这场突然而来又突然结束的伏击让英军完全被打蒙了,也让他们对猎豹兼机车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4年底的德国已经陷入了困境,他们不仅要面对盟军战斗机的无情轰炸,还要应付油料和坦克的严重短缺。 德军没有足够的装甲部队来抵挡盟军的进攻,于是他们就随意地使用各种歼击车,不管它们是否适合战场环境和任务。 这样做的结果是让猎豹歼击车遭受了沉重的损失。 猎豹歼击车本来是一款专门用来打防御战,在隐蔽位置埋伏敌人的歼击车。 它没有能够旋转的炮塔,也不能在移动中开火,而且视野非常有限。 这些特点使得它在正面突袭时非常吃亏,容易被敌人发现和包围。 但是德军却不顾这些缺点,应要让猎豹歼击车去执行反攻任务,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去和盟军坦克正面对抗。 这样做无异于自寻死路。 而且德军还有着极其低效的后勤系统,经常让猎豹歼击车缺少油料和维修。 很多猎豹歼击车因为受损或者没有而被德军自己人爆破或者放弃。 甚至还有一些奇怪的事件发生,比如有人将猎豹歼击车的炮塔埋在土里当作固定火力点使用。 但是即使如此,在阿登战役中,51辆装备了红外叶适宜的猎豹歼击车还是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 他们利用阿登山区丛林密布、地形复杂、视线不佳等条件,在黑暗中对美军发动突然袭击。 其中最著名的一辆编号为124的猎豹歼击车,在一个月内就给美军造成了巨大损失, 共计摧毁了三辆地狱猫、五辆谢尔曼、13辆运输卡车和两辆装甲车。 美军对这辆丛林杀手感到十分恐惧和无奈。 猎豹歼击车本来是一款适合打防御战和伏击战的击击车, 它能够在隐蔽位置等待敌人,然后用强大的火力给敌人致命一击。 但是德国人却没有正确地使用它,而是让它去执行突击任务, 去和盟军坦克正面交锋。 这样做不仅浪费了猎豹歼击车的优势,还让它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 猎豹歼击车没有能够旋转的炮塔,也不能在移动中开火, 而且视野非常有限。 这些特点使得它在突进中非常容易被敌人发现和包围。 而且德军还要面对盟军数量上的压倒性优势和空中力量的威胁。 你让这区区不足400辆的猎豹怎么在这样的战场上生存呢? 如果德国人早点放弃了他们过于追求精工制造和高性能的理念, 放弃了那些耗费大量资源和时间却没有实际效果的坦克向, 比如猎虎,巷士等等, 而是将更多的精力和资金投入到生产黑豹和猎豹上, 那么二战中德国的装甲力量就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无论是在东线还是西线, 他们都会有更多更好的装甲部队来抵挡盟军的进攻。 但可惜的是, 因为小胡子的瞎指挥, 当时的纳粹德国只会选择最糟糕的道路去执行。 但即使如此, 在二战中, 猎豹尖机车还是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 在阿登战役中取得了诸多辉煌。 猎豹尖机车利用阿登山区丛林密布, 地形复杂, 视线不佳等条件, 在黑暗中对美军发动突然袭击。 其中, 最著名的一辆编号为124号丛林杀手, 在一个月内就给美军造成了巨大损失。 但是猎豹尖机车并没有得到后世应有的重视和实用。 猎豹尖机车虽然性能优异, 但也有着致命的缺点, 制作工艺过于复杂和后勤维护过于困难。 猎豹尖机车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来制造, 并且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来维修。 猎豹尖机车对油料和零件也有着极高的要求。 所以, 它只适合德国人自己使用, 并不适合其他国家或者组织使用。 美国人和苏联人财大气粗并不需要, 法国人倒是很感兴趣, 但是没研究明白。 那么, 那些比法国还落后的小国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最终被遗忘在历史的长河中。 谢谢大家观看, 希望大家订阅这个油管说历史频道,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监盛